我叫卡比,来自申鹏镇,在老家也算是个名人 18岁加入联盟,28岁成功晋升高层之一 十年?你知道我这十年是怎么过的吗? 还好我慧眼石珠勾搭上了钱补哨 顺便靠着联盟关系搭建了个对战地铁 正式成为了一名隐藏boss 本以为能够开启人人羡慕的闲鱼生活 结果还是比不过老板腿挫 只能继续为联盟打工,帮他们找好苗子 为了肥水不留外人田,我选择回到申鹏镇 将头发梳成卡比模样 开始观察那些刚出村的新手训练家 虽然老是被人当成头盔罗里的变态抠脚大汉 但也完成了不小业绩 是不,今天刚蹲了不到一小时,就得到三个新手 就是砸在头上的球力度有点大 但我会表现出来吗? 会!于是我脱下衣服,和他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不得不说,那小子虽然一脸热血笨蛋的蠢样 但实力还算不错,可以当被选苗子 最后看着那三人离开的样子,默默深吸了一口仙气 啊,科学的力量真 军杀小姐,就是这个家伙偷窥我 不是,我没有 没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,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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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